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8号报道称 由于黎巴嫩珍珠党武装对格兰高地城镇发动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 推迟将约150名加沙地带患病儿童送往国外接受治疗的计划 报道称这些患病儿童原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下午 乘机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接受治疗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尚未对上述报道进行回应